Balhasa 2 重製版的攻略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layHK 我這裡又跟大家講講這隻Balhasa 2 重製版的攻略 這隻遊戲其中有一個特色 就是有些武器是可以無限的 例如無限火箭炮、無限火神 刀仔都可以無限的 就是一把不會消耗耐久度的刀 條件就是要破壞在遊戲中15隻的玩具 第一隻就是在警察局的1樓西側辦公室這個位置 這些玩具多數都是在比較陰森的位置 所以大家也要細心點找到才找到 當你打了第一隻就會有獎杯給你 第二隻就是在警察局2樓辦公室 在電腦和紙皮的中間位置 這個都躲起來 第三個就是警察局B1的靶場 這個比較容易找到,因為在地上 第四個就是警察局1樓的休息室 它的位置就是在公事包後面躲起來 第五隻就是最容易看到的一隻 我們開了美術室旁邊的卷閘之後 進來就會看到 第六隻就是在三樓的中樓 我們進了中樓之後 裡面還有一道門 走進去,到最盡頭就會在裡面 第七隻就是在下水道 打完鱷魚之後不要太急 爬梯住,到處找一下就會看到 第八隻就是要操控Ada打 Ada有一個劇情就是 Sherry的媽媽會困住我們 就在困住我們那裡的位置旁邊 第九隻就是在下水道 有一個地方我們進去拿火槍 進去之前那道門旁邊有一張桌子 最角落就有一隻在地下 第十隻就是在實驗室的餐廳 在爬梯的對面 在桌子上 第十隻就是在實驗室的B1 五優室這裡 這裡是要特意回來拿的 在虛擬 第十隻就是在初生之中 在開始了Clarer的女關的時候 不要急著進去拿著 在正這個位置就會有一隻 躲在草裡 很陰森 藏起來 關上了 第十三隻就是在警察局3樓的房間 在紙皮箱上面 要蹂躺才會看到 第十四隻就是你去孤兒院之前一定會經過巴士 他就在巴士的車頭 第十五隻就是在孤兒院裡面 我們上來二樓,Sherry和變態局長在玩捉衣恩的地方 一進門就看到,在正門 這隻是最多人會忽視 因為之前的十幾隻都是會動的,唯獨這隻是不會動的 完成之後就可以拿到這把小刀 有一件事要注意,頭一至十二隻都可以用Leon去拿 但你一定要用Curea才能拿到 第二十二隻都可以用Leon的女關 不過打後的你一定要用Curea才能拿到 如果用Leon的話是不能拿到的 影片就到這裡,喜歡就給我讚好和分享給朋友 這隻Balhasa2重製班還有什麼攻略或收集的資訊 都會拍影片告訴大家,我們下集再見,拜拜!